想和你分享 我最近看了一些事情 或者你說 我早就知道了 不用你說了 我們這些行家說 通行都知道了 長哥 你當是長哥後知後覺也好 不過事實上 我看到這件事 對於我們生命的幸福 原來真的這麼重要 所以就一定要和你說 是這樣的 在過去十幾二十年 不斷會有人找我 他們很不行 或者是重病 或者是精神很多問題 有自殺傾向 或者是事業崩潰 很徬徨 財政困難等等 人仔關係很差 我發現這些人 原來是和他爸爸媽媽的關係很差 十個有三四個是這樣 至少 但是後來 再做了一段時間 我們發現 不是了 是還多很多 三分之二是這樣的 甚至是更高的比例 即是怎樣呢 即是說 原來他們 這樣不行 是可能和他這件事有關 我最近觀察別人做家庭排列 有一個原則就是 你要做好 你自己在家庭裏面排序的崗位 你自己的責任 你的生命才行 譬如你做子女 那又怎樣呢 孝順 孝順父母 如果你不孝順父母 就影響到你生命的各方面 就是這樣 即是說 事業 親密關係 人際關係 健康 心理 動力 生命力 這些 全部都是 你才要搞好 你和父母的關係 才有機會改善 這是必須要的一個基本因素 我們經常都說什麼顯化 希望宇宙幫助我們想什麼有什麼 我們又說吸引力法則 我們又說向宇宙落定間 其實現在我們都明白的 就是 You don't get what you want You get what you feel 是你的感受決定於成果的 也可以這麼說 Attitude is everything 你的內心的態度 決定在一起 那就是怎樣呢 就是說 原來 我們現在經常都強調的 你的生命搞成怎樣呢 是由你自己內心 現在這一刻的能量水平決定的 如果你很開心 輕鬆 興奮 那一隻 充滿了希望 信任別人 你的水平就很高了 如果你是很憤怒的 很悲慘的 很妒忌的 等等 你的水平就很低了 而最最最低 就是內疚 和自責 這一類 就是這樣 原來很多不行的人 他是長期覺得對他爸爸媽媽不住的 或者是很生氣他們的 又覺得自己不應該生氣他們 這樣 尤其是如果親人是離開了這個世界 覺得我沒有什麼補償 總之我對他好一點 我是不應該這樣的 如果他在世 又覺得我沒有辦法跟他修復 按照他的關係 就是這樣 於是他們繼續不動下去 惡性循環 他對爸爸媽媽不動 這個懷恨在心 對方又是更加態度差 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要事業成功 你要裁員滾滾來 你要有愛情 你要有幸福 健康等等 第一件事真的要做好的 就是反省一下 和我爸爸媽媽的關係 現在行不行 搞定了 其他事情就會順利了 那你跟隨吸引力法則去做 就應該行的 要不然就不行了 這樣 好了 說回頭 說就容易 每個人都說我和我爸爸媽媽都 我都想和他好一點的 那有什麼辦法呢 其實是有辦法的 很多專業都可以幫到的 比如催眠 做手療等等 都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還有很多很多的門楼 阿常哥就很強調 很重視 除了剛才那兩樣之外 就是做清洗 清洗他童年到現在 很多不愉快的檔案 就是細胞記憶 以及改變他 對他不利的種種信念 搞定了這些事情 這些障礙 其他的事情就可以開展 就很順利了 有很多方法 大家和我分享 就是想告訴你 我現在明白了 這件事真是很重要的 解決了那一件事 你要放些優次在這裏 努力去想辦法 很多時候我都叫我按住 拿一張照片出來 我們一起唸靈極限 做手療 用重撥 用種種方法 去 去把光 把外送給爸爸媽媽 我們亦都是用觀賞的方法 去跟他溝通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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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有機會 我們可以一起玩 我們一起去研究 給我一些回饋給長哥 我們一起 令到自己生命更加好 為這個世界 創造天堂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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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